吓死我了 接近了 我妈那个辣椒 真的是快被辣死了 你自己不说一点都不辣吗 我骗团团你还看不出来 聊得怎么样 还在聊呢 确实我知道 我妈妈心里害怕死了 但她这个人呢 逞强惯了 当着我们也不好意思说 只有我爸爸来了 他才该展示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所以 阿姨同意跟我们回去了 觉得很 来 放心啊 阿姨 阿姨 你看 女儿一大早起来 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给你准备的早餐 妈妈 你吃鸡蛋 我们喝豆浆啊 我 我宣布个事啊 我们吃完早餐以后啊 要陪着志明跟欢欢 出去找一个地方 她们呢 要在这儿 搞一个酒店 我们得去帮她们选个好地方 又要搞什么名堂 没有搞什么名堂 这儿你熟啊 你不陪她们去 谁陪她们去啊 再说你不是说 怕耽误她们俩工作吗 这就是她们俩现在的工作 然后你能不去吗 是啊 阿姨 我们很喜欢你当向导的 妈妈 别天天在屋子里待着了 多闷啊 陪我们出去逛逛 就当帮帮我们了 来 先吃饭 也差不多了 这不是阿玉吗 这么多年不见 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黄姐 是我 这是什么风啊 又把你们吹回到这山里来了 装我到姐家吃饭啊 黄阿姨不用客气了 我们陪妈妈出来玩 我们一家的人一起呢 这是欢欢吧 不用客气 我那鸭子跑到田里去了 等我把他抓上来 咱们就一起走啊 好 好 好像在那边吧 这样吧阿姨 我们帮您抓吧 那可太谢谢了 知名 走 抓鸭子去 走 要不我去吧 不用了爸爸 我们两个就好 来 走 你们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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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花你小心一点啊 你们家欢欢都这么大了 你们家欢欢都这么大了 姚知名 到你那边去了 你看一下 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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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 快 快 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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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 抓到了 两个老板抓一只鸭子 真是有意思 好好好 好 看到我妈妈刚才笑了吗 只是这么长时间 她真正发自内心地笑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妈妈想要回来了 这里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到处都有她的回忆 她在这里才是最舒服 最能找回自己的 不像在上海 随时随地都要抬头挺胸 上海花药书的弟弟到道 连跳舞 都要四处个C位来 在这里生活 我妈妈才是最快乐的 阿姨只有当你妈妈的时候 开会坚强 谁心里有你做这个小孩呢 花花 花花 蜜蜜 蜜蜜 来 拍合影 来 来了 走 来来来 给你们拍照 拍照咯 来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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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前面啊 拍照了 来 三二一 鞋子 拍照了 菜上齐了 阿姨 你看还要不要再点一点什么 不要 不要了 这么多了 我想的是也不知道阿姨你喜欢吃什么 我就都点了几样 不用不用 你看 这鲑鱼 这个是毛豆腐吧 嗯 还有这个甲鱼 炖着 哦 火腿炖甲鱼 哎呀 都是硬菜啊 我听说啊 灰菜是八大菜系之一 咱们现在又在灰菜之乡 就进取菜 这个味道好得不得了 那当然了 当年灰斑晶晶的时候 灰菜也带到北京了 在全国的名头 那可是第一名啊 爸 爸 我发现啊 你对戏曲真的是蛮有研究的 不过呢 咱们一家还有你面子最大 你看 志明给你点了那么丰盛的一桌 我倒是可以沾沾你的光了 来来来 先给你妈尝尝这个臭棍鱼 肚子上的肉 你尝尝 是吗 来来来 欢欢 好 你们也尝尝 没事 爸爸不用管我们 这鱼 腌急了 腌得不到位 现在的商家 急功近利 光顾了赚钱了 妈妈 那你知道这边比较正宗的臭棍鱼在哪儿呢 我小时候住的村东头的那家冯氏臭棍鱼 那就很好吃 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要急着做生意 缩短延期时间 哎呀 那吃起来是又臭又香 好吃极了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开着 老的老的老病的病 以前的味道也找不着 我让你来吃一口 就会吃个大便 你们俩个儿子 家里面 老的老的老曾经